祝佛菩萨他挣得了真实智慧 挣得了无为法神 那真实智慧是什么呢 我们再次看 是相无相 真知无知 我们这才明了啊 摄像智慧 利益一切相 连智慧 也不执着 不但不执着 也没分别 薄若经上说的 薄若无知 真实智慧是无知 挣得了无知 无知是叫根本知 它起作用的是无所不知 事相无相 无所不相 就是他能信一切相 并法界虚空界 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他现的 他为什么能信 因为他无相 有相就不能现了 我们今天不能信 我们执着有相 这个执着 把我们自信的 智慧的能 通通 迷失了 迷失了 不是真的失掉 是你迷了 迷了它不起作用 有等于没有 那么换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能放下妄想 分别执着 摄像智慧就现前了 摄像智慧现前 就是中国大臣里面常说的 大车大物 鸣心 坚信 坚信成佛 恭喜你 你成佛了 你本来是佛 现在又成佛了 谢谢大家